此时艺员的情况十分糟糕 教授利用能力读取了他的记忆 由此明白了万磁王要将人类变成变动人的计划 但这种技术并不完善 凯尼艺员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排斥反应 最终彻底崩溃 根据特效师回忆 当年制作这段特效的时候 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同时渲染所有的涂层 每一针都要耗时39个小时 而且当时还曾考虑过 在人体变成液态的过程中 展现凯尼艺员的内脏 不过呢因为有点恶心 所以就放弃了 众人这也意识到 老万之所以要绑架小淘气 是因为启动机器 需要老万的能力作为支撑 且消耗巨大 老万真正的目的 是让小淘气吸取自己的能力后 代替自己启动机器 于是 教授试图用脑膜增幅器寻找小淘气 可由于魔性女的破坏 教授反而精神受创 陷入了昏迷 但万幸 琴很快就修好了机器 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勉强探查到了小淘气的下落 原来他们的目标 就是联合国峰会 他们想要将人类的首脑 全部转还成变种人 以此颠覆人类的政权 这段其实参考了历史上的 军师坦令一世 归一基督教的故事 当时罗马帝国因为信仰冲突 不断迫害基督教徒 身为皇帝的军师坦令一世 为了政权稳定 选择归一基督教 并且陆续颁布了 包括米兰赤林等 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措施 这种迫害才得以停滞 在三点片段中 传媒有一段暴风女授课时 提到这一段历史 但或许这个话题在西方比较敏感 所以就被删掉了 而且在三点片段中 还展现了更多教授和琴的对手戏 用于呈现两人情同妇女的关系 但可惜在政片中也被删除 联合国峰会在美国爱丽丝岛举办 这里也是现实中 当年X30举办首因里的地方 老万他们顺利潜逐到 自由女神像所在的岛屿 船舱内 老万将自己的计划 对小淘气和盘托出 在漫画中 小淘气和老万曾有一段恋情 电影里老万对小淘气的执着 一定程度也源自传的关系 X30这边也很快展开了行动 狼叔穿上战队的制服后 有些不舒服 因为在三点片段中显示 这件衣服其实是雷射眼的 接着金狼狼习惯性地吐槽了一句 结果患了雷射眼的回队 这个剧黄色紧身衣 指的是漫画中的金狼狼经典黄色制服 而这段对话也被喝的X3097反过来致敬 而且他们也不会想到 在24年后 狼叔会穿着黄色的战衣 再度饰演金刚狼 另外这段对话其实也源自了导演的私货 当时福克斯高层和粉丝 都要求电影还原漫画的黄蓝色制服 但却遭到了导演制片人的反对 转而设计了黑色皮革的外套 他们解释说 这样更方便X30在夜间行动 而这一改动得到了斯坦里和X30创作者 克里斯·克莱蒙特的支持 而导演为了表达在重要时受到了压力 就故意给雷射眼听下了这句黄色紧声音的台词 在暴风女大吴的掩护下 众人驾驶的黑鸟 乔然接近岛屿 不过老万很快就发现了他们 一个召集人手准备迎战 众人登岛后 一个发现小淘气和装置都位于自由女神像的火炬上 为了抵达那里 众人就必须进入到自由女神像内部 然而狼叔在过安检的时候 却因为金属骨架触发警报 惹来了一阵尴尬 其实当年在拍摄这场戏的时候 导演布莱恩辛格给演员们开了一个小玩笑 他故意让特级演员穿上蜘蛛巷的衣服 然后在开拍后突然出现 把现场的演员们都给逗乐了 说回电影 众人进入片场后 一个自由女神像突然睁开了眼睛 显然敌人已经有了埋伏 很快 金刚狼就闻到了敌人 但转头却说没有任何的发现 而就在这时 另一个金刚狼出现 阻止了一场偷袭 原来这只骚狼是魔形女假扮的 而这也是魔形女最麻烦的地方 她能在外形上变成任何人 只不过无法模仿能力 就在身家金刚狼战斗的时候 蜘蛛也立刻入场分开了三人 原本请用念力控制了蜘蛛 但谁料 对方吐出一颗老瘫 反将了一军 并且很快就把暴风女踢进了电梯井 光看前面的画面 会感觉X3的战斗力有些弱机 三个漫画里的绝对阻力 居然就被这样一个小角色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段导演的处理却是有些离谱 但仙异也是为了后扬 很快 雷射眼打开了铁门 帮助琴破解了龙瘫 暴风女也很快冲出了电梯井 召唤大风将蜘蛛吹出了大楼 虽然对方用舌头明昂稳住了身形 但紧接着一刀闪电劈下 蝉蛛也就此下线 而在另一边 魔星女还想顾气重施 变成暴风女的模样接近金刚狼 但不料对方的狗鼻子瞬间分辨了真伪 回身一爪将魔星女捅回到原形 可能也是因为狼叔的爪子又出又大 直接把魔星女给痛晕了过去 另外魔星女和狼叔在漫画中也是老相好 在某条实验线里面 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 随即双方会合 只是这种证明身份的方式 确实很有狼舍的风格 可就在众人前往火吹的路上 却遭到了老万的袭击 所有人也瞬间被控制 秦和暴风女告诉老万凯尼一员已死 那台机器将会杀死所有人 但老万却并不理会 依然决然开始了计划 随着老万离开 金刚狼的身体得以行动 以刺伤自己为代价 成功摆脱了束缚 并且和剑尺虎厮杀在了一起 但这时老万已经启动了机器 X3.0这边也在互相配合下 击败了剑尺虎 最后在暴风女和秦的辅助下 金刚狼被直接送到了火炬上 老万因为虚弱无力阻止 但此时 辐射场已出现 就在金刚狼要救出小淘气的时候 老万拼尽全力再次控制了金刚狼 一旁的小淘气因为当场的生命力被吸走 头发也开始变白 眼见辐射上几样波及峰会 雷射眼发射冲击波 超远距离击中了老万 金刚狼也得以摧毁机器 这才化解了危机 然而 严重投资生命的小淘气 已经极度的虚弱 可就在他刚嘴边难过的时候 一股熟悉的感觉再度袭来 这一次的力量转移 比以往更加猛烈 狼叔的脸上不断出现害人的伤口 也侧面暗示了小淘气 确实即将死亡 差点都把狼叔给吸霉了 小淘气虽然恢复了活力 但狼叔看样子 确实也要躺下一阵了 很快警方赶来 发现在大厅内 居然还有一个昏迷的宝安 便立刻将其带走 而从宝安腹部的伤口来看 车身是魔形女假扮的 回到学院 教授和金刚狼陆续苏醒 在询问小淘气的情况时 秦提了一句 小淘气学到狼叔的某些特质 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里可能是说 小淘气学到狼叔勇敢的特质 但也可能是在说 小淘气因为接触了狼叔 体内获得了部分金刚狼的人格 以及伸出爪子的能力 竟然落出了一些麻烦 对此狼叔倒没有说什么 反而又开始了对情人鸟骚 看来狼叔没有继续纠 而是找到了教授 教授告诉狼叔 他们在加拿大的一处 飞机的军事基地内 发现了有关金刚狼过去的线索 而小淘气也再度融入到了校园 死前因为偷吃生命而变白了头发 以及他现在的这身打扮 全部都吃进了漫画 而另一边 众人也发现魔星女不仅得以逃脱 而且还变成了凯尼一员 放下变种人注射法案 并且新闻还提到被杀死的一员助手 亨利·盖瑞克死于一头熊 这也补完了之前的剧情 盖瑞克应该是被剑池虎所杀 在和小淘气告别后 他就离开了 当然离开的时候 还帮了顺走雷射眼心爱的摩托 发明一转 在一间不含金属的监狱内 教授正在和老万下棋 老万警告他 他终有一天会逃出这里 并继续战斗 教授则回答说 他会一直等着他并亲自阻止他 到这里 电影就结束了 作为新年的开山制作 X3你放在现在或许有些平淡 但在一些设计和情节上 却依旧十分精彩 2000年首映周末就赚到了5750万美元 成为当时首映周末第二高的电影 仅次于谍中谍二 最终电影的全球票房为2.963亿美元 而电影的成本仅才7500万美元 不但让福克斯大赚了一笔 而且还成功开启了 大漫感类型片的兴起之路 电影的口碑也十分不错 许多评论认为 X3既重于漫画 又充满了荧幕乐趣 角色虽然众多 但却不杂乱 工作系精彩 且条理清晰 虽然电影的票房口碑都不错 但实际上在电影制作的时候 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臭评超出了当初导演 布莱恩辛格的性丑闻 根据后来所报出的内幕 辛格在拍摄期间 因为滥用违禁品 不仅经常迟到 而且还情绪波动极大 于是韦伦当时的副制片人 凯文费奇协助拍摄 有人盯着导演这才老实了一些 但此外 辛格也曾多次在片场 借工作为优 猥亵骚到年轻的演员 而电影的剧情和特效 其实也能看出些许的瑕疵 但还是那句话 那也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母伴上28万人 打出了7.8的高分 真是领先漫威12年 推出了超音集结类电影 并且也让福克斯在2003年 推出了续作X3.2 不过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大家如果想继续看我解说这个系列 就还请三年支持一下 点赞过7000 我也会带来X302的解说 另外超防2就别催了 这个肯定是会做的 最晚也会在43上映后和大家见面 那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